大家好,欢迎回到百万书格,一个伴随你迈向富足的频道。 股价总是起起伏伏,在投资生涯中不免会遇到股市下跌的时候。 在面对股市下跌时,我们需要先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 那就是在股市中,我们究竟靠什么赚钱。 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你无法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和坚定。 无论是投资还是实业,赚钱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原则不符合商业规律,那么最终必然会失败。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散户投资者,我们的目标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的远见。 我们需要思考每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他们如何能够持久的获利。 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于背后的公司。 只有这些公司不断创造经济价值,股市才能健康发展。 相反的如果公司无法创造价值,股市最终会走向毁灭。 今天的内容将主要与你分享如何面对股市的下跌,让你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并不会感到任何焦虑,反而能够趁机会以低价买入更多高质量的股票。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第一,理解投资的本质。 投资的本质在于发现和理解公司的价值。 真正的投资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公司,而不是市场。 研究公司需要确定性,而不是一知半解。 一个有五年经验的投资者可能有70%的确定性, 而一个有50年经验的投资者可能有90%的确定性。 这看似微小的差距,却是经验与功力的展现。 我们身边不难找到那些研究过很多行业,但对很多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人。 投资需要的是确定性,而不是猜测。 如果简化了自己的投资范围,比如说只集中在消费品,或者是制造业,这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精准的理解比广泛的涉猎更重要。 如果你只对消费品公司和制造业有一定的理解,就会能够容易地看出其中一些公司的价值。 我们身为散户投资者,需要的是精准的理解,而不是广泛的涉猎。 人性总是想追求更多,但投资需要的是集中精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投资中,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对某个产业或公司有了足够的了解和信心, 你就能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保持冷静和坚定。 例如,对消费品和制造业的理解让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其中一些公司的长期价值。 当你能够看懂这些公司的价值时,股市的波动就不会影响你的决策。 如果你只盯紧价值,你就会坦然,甚至快乐,因为你获得了机会。 由于你的健康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你获得了优势,或者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 在投资中,正确的心态能引导正确的决策,而错误的心态则会导致错误的选择。 这个区别会将优秀和平庸的投资者区分开来,超越市场靠的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正确态度积累而成的。 今天正是锻炼做到跌而不失意的时候,如果你做不到,表示你的投资还没有走上正道,至少还不够坚定,那请继续看下去吧。 在市场波动时,区分讯号和噪音至关重要。 讯号是指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重要讯息,这些讯息对公司的长期表现有失职影响。 而噪音则是指短期的市场情绪或新闻事件,对公司的长期价值影响较小。 金融市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金融市场的数据性噪比特别低,噪音远比讯号多。 假如你接收100个讯息,可能只有10个是对你决策有帮助的,而其他的90个是噪音。 这些噪音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可能会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决策。 性噪比越低,代表你收到的讯息多数为噪音,不但对你的投资决策根本毫无帮助,甚至反而会让你在不该卖出的时期以超低价值损出场。 知名思想家,金融专家塔勒布也在他的书《反脆弱》中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随着我们观测频率的增加,性噪比会进一步降低。 举个例子,如果你看的是周线,性噪比可能是30%。 如果你看日线,看起来讯息的频率增加了,但伴随着讯息的增加,噪音增加得也更快,性噪比可能只有10%了。 如果你看5分钟K线,资讯更加大量地增加了,性噪比可能就只有5%了。 依据这个规律你就能明白,很多人来到市场之后,会把观测周期不断缩短。 认为这样可以更贴近市场,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也导致得到了更多的噪音。 所以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就更加困难。 分清讯号和噪音是成功投资的关键。 身为散户的我们平时的工作已经够忙够累了,因此我们更加应当关注那些对公司基本面有实质性影响的重要讯息, 避免被短期的市场情绪和噪音所左右。 有时候几个月才看一次股票账户,反而对我们的报酬率会更有利。 透过深入分析和长期视角,能够让我们做出更理智和有效的投资决策,实现长期的投资目标。 第三,长期投资的视角。 投资需要的是长期的视角和稳健的心态。 作为一个毕生走投资路线的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几十年的时间跨度,而不是几年的短期波动。 投资的核心在于发现并理解公司的价值,预测其未来的前景,而不是盲目跟随市场的短期波动。 只有那些能够在长期内持续成长的公司,才能为投资者带来真正的回报。 长期投资不仅可以减少频繁交易带来的成本,还能避免因短期市场情绪变化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格局和眼光。 聪明和智商的差距只会带来小的收入差异,这好像你与同桌月薪5000与8000的差别。 但是格局和眼光的差距决定了你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成功者,这就好像月薪一万的经历与年中花红一百万的总裁之间的差别了。 投资需要长远的眼光与视野,而不是当前的视角。 如果你只专注于明天或下个月的市场表现,你将永远无法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只有将视角放到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你才能真正理解并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 当你发现了一个好公司,你确定未来会越来越有价值,那么要如何判断现在要不要买呢? 如果你的眼光是明天,下个月,你就永远不知道现在要不要买。 相反的如果你的眼光是五年甚至是十年,你一下就能知道现在这个股票值不值得买。 所谓股价低估高估,其实只要对这个公司有点理解的人,一下就能看出现在是低估还是高估。 虽然无法精准,但能相对判断出来是低估还是高估,其实这就够了。 就好像你看着前面向你走来的胖子,你知道他是个胖子,但是不必知道他准确的体重,就是这个道理。 当一只股票大幅下跌,很多人其实知道现在被低估了,但还是不敢买,为什么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明天继续下跌,心里根本没有一个底。 长期投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长期投资你才能享受到复利效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幅的成长会带来显著的回报。 如果你只是在股市里天天杀进杀出,复利效应会跟你的投资组合沾不上任何关系。 第四,理解公司的核心价值。 身为投资者,我们的任务是去理解公司的核心价值。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无论投资模式如何不同,其核心都要围绕着这个最本质的逻辑,买股票就是买公司。 所以,投资人要做的是如何看懂一个公司的价值,如何判断一个公司未来的前景。 我们非常相信一个真正的投资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公司,而不是市场。 要知道无论你如何研究,真正能理解的产业和公司总是极少的。 在我们多年的投资生涯中,一直不断简化和聚焦自己的投资范围,最终选择专注于消费品和制造业。 这是因为这些行业相对容易理解和预测,并且在多年的研究中,这些行业的确定性较高。 研究公司需要的是确定性,而不是一知半解。 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其判断的准确性和确定性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提高。 我们提倡的投资策略就是持股不动,尤其是在对公司有高度确定性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经常买卖股票,因为我们知道公司的长期价值远比短期波动更重要。 即使在市场波动时,我依然选择持股不动,因为我相信这些公司的长期价值。 关于消费股,我们下次会做另一期影片为大家特别讲解。 要投资成功,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哪家公司未来可以拥有很好的净资产收益率,很好的成长率和成长空间,几率有多大。 又有哪家公司目前估值已经远低于它应有的估值,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呢? 我们应该极尽量把精力用在寻找那些具有两高两低,也就是高净资产收益率,高成长,低估值以及低负债的公司。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价格的波动上。 单纯地这样做,你就会拥有超越市场的基础优势,因为这个市场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 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股市里一小部分赚钱的人。 总的来说,面对股票下跌,关键在于要有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投资理念。 股市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你能看懂公司的价值,理解其长期前景,你就能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和坚定。 只有这样,你才能在股市中真正赚钱,而且是持续地赚钱。 所以,当下次再有人问你股票下跌了,应该怎么办,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 其实我们不必恐慌,只要冷静分析公司价值,坚定长期投资的信念就可以了。 当你不再为短期波动所困扰,你就真正学会了投资。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千万别吝啬你手中的点赞以及分享,让更多价值投资者也能受惠。 如果不想错过以后更多关于投资思维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见。